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治疗的这样的一个疾病了 好 所以说莫赖的晚年呢 受到了很多的这样一个 因为眼睛受到疾病的痛苦 那么雷洛阿其实也是 我们这里从这张照片大家看一下她的手 我们看雷洛阿的手 她的手的关节变形非常厉害 非常严重 所以到晚年的时候 雷洛阿虽然说她获得了巨大的财富以及地位 也就是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可是最后呢 她的手就已经到没有办法拿画笔 后来她的 但是还是坚持做画 结果她儿子就把那个画笔绑在她的手腕上 她是这样子来做画 所以这些画家他们在一辈子在这个 我们说真的是职业画家 在追求这个艺术 追求这个画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其实他们也付出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努力 好 我们看这句话 雷洛阿的画作呢 通常非常的温馨 甜美和快乐 她所有的人物都洋溢着那种青春的快乐的气息 所以我们说生命的欢乐和青春的占领 是她的画作的永恒主题 那我们看如果是这样的主题的画作 有谁会不喜欢呢 好 我们来看这一幅作品 这幅作品呢 叫做《读书的少女》 那么《读书的少女》呢 我们看一看啊 一位很安静的少女呢 正在窗前读书 好 主题很明显 也很简单 对不对 好 我们回想一下啊 我们上一堂课在介绍莫赖的时候 我们说到甘草堆系列以及鲁昂大教堂系列 我们说莫赖其实就像科学家在做色彩的实验 所以说甘草堆和鲁昂大教堂甚至就像一个媒介 那么他只是供给莫赖呢 在探索这个光线和色彩的这个甘草堆和教堂的这个变化之下 他的这样的一种一种一种变化 然后把它呈现在画面上 那么这一幅呢 其实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大家看 这位读书的少女因为他在窗前 你看看他脸部的主要色彩 他的脸部其实主要是在阴影部位 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 他其实是立光 因为你会觉得那个光源是从他后面的那个窗户打进来的 是从他后面窗户照射进来 所以他的背后才是光源所在 就导致他的脸部的这一块是亮的 所以脸的大半部其实是在暗部 是在光纤的这个阴影处 好 如果说让你去照一张照片 如果让你照一张照片 如果是立光的时候 我们通常说 哎呀 这个光线不好 是立光 我们画一下 要对着光 这样照出来才会比较舒服 对吧 而且我们现在甚至还摸索出 比方说45度角 从上倾斜下来的光是比较舒服的 可是呢 在这里雷罗阿专门选择了立光 他专门用立光来画 为什么 他其实也在做色彩的实验 但是只是他实验的对象是人 那么他和莫赖不一样 莫赖是用甘草堆 用大教堂再来做实验 所以说这些画作 其实呢 和莫赖的作品 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立光中的这样的一个读书的少女 她的脸部会呈现怎样的变化呢 好 也正因为这些画家 他们的重点呢 是在于呈现光线和色彩的变化 所以我们会发现 整个的画面呢 你会觉得这个少女的脸部比较模糊 它不是那么清晰的 因为色彩和光才是重点 而形象并不是印象派画家的重点 而且呢 在印象派之前的画家们 他们对于人物形象的这样一个描绘 对于形的把握 可以说是持续了几百年的探索 所以印象派画家们这个时候 他们不再继续做形状的探索 而是色彩和光线 好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一幅 好 我们看这一幅 这一幅呢 是叫做珍丽·萨玛丽像 珍丽·萨玛丽呢 其实是当时的一位女演员 然后雷洛阿 以她为主呢 画了这一幅画以后呢 这位女演员其实非常非常的喜欢 因为我们看这一幅啊 如果从肖像画来说 你可能觉得她不一定画得很像 然后呢 她的形呢 也没有那么的准 可是呢 在雷洛阿的笔下 她在表现什么 她在表现色彩的变化 色彩和形象之间的变化 比方我们看啊 人物的形态呢 虽然是模糊的 这有一点像我们前面讲到的 这个印象日出 可是我们看一看人物穿的衣服 绿色的礼服 然后和绿色礼服和肌肤 然后和背景 我们看到背景是一个呈红色的 这样的一个背景 所以这几个大的色块的对比 然后和人物的脸部肌肤颜色的对比 那么雷洛阿的主要的重点呢 在于描绘这样的一种感觉 而不是说我要把这个人物画得很像 很立体 很细腻 好 下面我们看一下雷洛阿最著名的一幅作品 就是这一幅 这一幅呢 也叫做煎饼墨房 它也叫做煎饼墨房 其实当时有很多画家画这个主题 因为这个煎饼墨房呢 其实呢就是当时的红墨房 红墨房 然后红墨房其实有一点红灯区的意思 当然在红灯区呢 并不完全是欢乐快乐 但是呢在雷洛阿的笔下 红灯区的人们 以及包括在整个场景里在玩耍 在开party的人们 我们感受到的却是快乐 非常温馨 非常甜美的这样的一种画面 那么基本上雷洛阿的画面 基本上全部保持了这样的氛围 就即使是在描绘红灯区 好 那么这幅画呢 我明显的看到是在一个户外 那么在户外呢 透过了树叶的间隙 然后阳光明媚 为什么说阳光明媚啊 我们看一下前景的人物 我们看一看这个男子啊 这个男子 我们会看到这个男子的身上 大家看会不会有几个斑点 很明显的有几个色团 大家看到比较亮一点的色团 当然不是说他穿了一个花衣服 对不对 然后包括头发也是 也不是他头发的花白 而是因为那个太阳光 透过树叶的间隙 落到了这个人的身上 所以才会形成这样 所以说我们看上去 他在描绘人 可是呢 这个人却承载着 表现了光线的变化 他在表现太阳光 太阳光透过树叶 那么他就形成了 这种斑驳的景象 然后我们再看前面的 包括前景的地面啊等等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面 都有形成这种 太阳斑驳的那种感觉 好 如果摄影的同学 你也会 如果你喜爱摄影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光线之下 其实你拍照 有时候很容易拍得很花 不一定会拍得很好 所以说有时候我们会避免 这样的一种 这样的一种场景的拍照 好 比方这是放大的图 这是放大的图 我们也会看到 包括前景的这个 这个前面的这个人物的身上 我们会看到有花白的这种感觉 然后呢 还有这个这边的人物啊 我们看一下他的脸 你会看到他脸上的肌肤也是不均匀的 因为有不同的光线的照射 好 我们再看一幅放大图 这边也是 我们会看到地上 地上的这样一个光线的阴影在地上 好 所以这样的场景 其实它非常复杂 那么在有众多的人物 然后加上树木 然后加上这样的一个光线的这种变化 所以说这个场景其实是一个很复杂 很难去把控的这样的一个光线 但是雷洛阿呢 就花了很多的精力在做实验 比方我们看前景的这一位女士 她的脸也是 她的下半部明显的很亮 大家看 然后她的眼睛 然后其实我们说 那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你要表现一个人的时候 她的眼睛 结果呢 却其实在画面中处在了暗部 处在了阴影处 反而是下巴和嘴在亮部 为什么 因为光线呢 而且呢 还有光线照到她这个带条纹的 这样的一件衣服上的时候 然后这个衣服是有一点薄的 那种沙感的这种面料 那么这样的光线照在上面 又会呈现什么效果呢 好 这些呢 都是雷洛阿在探索的 然后包括这衣服刚才放大的 我们前面讲到 然后她的人物的身上的这样的一个斑驳的感觉 好 还有头发的感觉 好 所以在这样的画面里呢 我们会看到 不管画面有多么复杂 有多么众多的人 然后包括前面的几幅呢 我们会看到的是单独个人的这种肖像 包括独性的少女 但是所有这些画作呢 都是画家在探索一个光线 色彩到人物 皮肤 以及她的衣服的颜色 然后这些呢 都是她在探索的 好 下面这一幅呢 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幅作品 然后这一幅呢 是我在加戈美术馆看到的 然后这一幅呢 也是我当时拍到的这样的一个照片 然后当时其实我第一眼看到这一幅的时候 马上吸引我的就是她的色彩 哇 她的色彩是太舒服 太美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放大的图啊 好 像这一幅 虽然这个放大图呢 这个上面呢 是因为有一点点这个阴影啊 阴影就是反光 因为那个在美术馆的照片呢 不是画作啊 画作呢 一般放的是比我们本人要高一点的位置 然后我在拍的是因为有灯光 所以有一点反光 但是我还是尽量的跟她水平的 去拍一张照片 然后这个画面的这种色彩感啊 这个色彩感就是 比方说我们看看小孩子的头饰 然后我其实还要放大了 我想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看这一张图吧 我们看这个小孩子的头饰 然后他头上的这样的一个色彩 然后花朵 带了一个鲜花做成的这样的一个帽子 然后我们再看看孩子的肌肤 他的脸部肌肤 然后我们看看这个孩子非常纯真的蓝色的眼睛 所以在这幅画面里的色彩实在是被描绘得太美太美了 所以这幅我当时看到的时候 就是在这个画面面前 你可以默默的不说话 但是你可以对着这个画站着看很久 就是在艺术史上 或者说在美术馆 博物馆 我经常有时候会 走着走着在看画的时候 就有那么某一幅作品 其实有时候它不一定是很知名的 但是就有时候就偶尔会有那么几幅作品 它就很吸引我 然后你甚至没有太多的语言 你就是站在他面前 就是看很久 然后看很久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在体会什么 但是你在体会你感受的那种舒服 和那种对和那个美的那个感受 在一起的那个很有连接的那个感觉 那个感觉就很美妙很美妙 所以这样的作品 其实不需要太多的语言 不需要太多的语言 然后历史上 美术史上 其实有三位画色彩 叫做色彩的大师 但是一提到色彩的大师 我们通常会以为 他的画面是很鲜亮 或者色彩很丰富 但是其实不是 在艺术史上有三位色彩的大师 当然雷洛阿是其中一位 那么在这之前 我们没有提到的是一位叫做提香的画家 也就是威尼斯画派的这样的一位 就是文艺复兴晚期的 威尼斯画派的一位画家 叫提香 然后之后还有一位是巴洛克的画家 叫做鲁本斯 再加上雷洛阿 这三位画家可以被在艺术史上 被誉为色彩的大师 可是他们色彩的大师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描绘的人体肌肤的色彩 是因为他描绘人体肌肤的色彩 描绘得非常细腻和准确 大家去看 人体肌肤是一个什么色彩 你说他红也不完全是 你说他白也不完全是 他白里透红 那么健康的色彩 然后呢 成年人和孩子的又不一样 然后肌肤呢 它又是一个有弹性的 它有生命力 它有弹性 然后肌肤的光泽感呢 它是有反光的 那么健康的肌肤 它是有光泽的那种感觉 所以说肌肤 它其实那个色彩啊 它非常的复杂 人的皮肤 所以这样呢 在艺术史上 这三位画家 都是因为画人体肌肤 画得非常非常棒 才会被誉为色彩的大师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幅 这一幅 这一幅呢 是雷洛阿晚年的作品 雷洛阿晚年的作品 雷洛阿呢 在他晚年呢 有一个特点 也就是晚年以后 他画了非常多的 女性人体画作 而且他画的女性人体画作呢 非常的圆润 柔美 然后也有人会觉得 哇 太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情感 或者说是女性的 这样一个 一个一个柔美 曲线身体的 这样的一个表现 雷洛阿在晚年 其实画了很多 然后其实有很多艺术家 到他晚年的时候 他会特别热衷于画 女性人体 然后这个人呢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吧 其实有一点 因为他是男性画家 所以当男性呢 可能到了五六十岁 然后到他 到会六七十岁 到了他的生命 快走向了一个 中晚年时期的时候 其实他对生命的渴望 对于那种青春的活力 甚至包括 其实包括女性 或者说性的 这样的一个 对他能够激起了 他生命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欲望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呢 他其实他会特别的追求和向往 因为他的生命呢 往到中老 中晚年开始走的时候 当他的生命去处在一个日益衰退的时候 那么人会对健康 青春 美丽 以及性感 他会特别的向往和追求 所以有很多的艺术家 在晚年会画非常非常棒和非常漂亮的女性 人体画作 也是这个道理 好 那么关于雷洛阿呢 我们主要给大家呢 介绍这么多 下面呢 我们会给大家介绍 另一位画家 叫做德加 我们说德加同样画人物 可是他底下的人物和雷洛阿完全不一样 而且呢 德加呢 我们说他不是印象派的印象派画家 因为德加他不认为 或者他自称自己不是印象派画家 虽然呢 他也参加了印象派的几次画展 但是呢 因为像雷洛阿呀 以及莫赖呀 等等啊 那么这些画家呢 他们小的时候都家境比较贫穷 但是呢 德加不一样 德加的家境非常好 他家里就是开银行的 我们说 有时候我们说一个人有钱 我们说你家里不会是开银行的吧 如果你问德加 他家里就真的是开银行的 好 所以他是真有钱 所以说对他来说 他有一点点不屑于和这些 很穷的这些印象派画家们为伍 但是呢 有一个共同点是 他的画作 以及包括当时的这个雷洛阿呀 莫赖呀 马赖呀 等等 他们的画作呢 都不被当时的社会主流所认可 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 这是他们的共同点 所以这样呢 他也会参加了几次印象派的画展 所以说有这样一个说法说 他并不完全承认自己是印象派画家 好 那这里呢 我们给大家看几幅画特别有意思 然后这一幅呢 叫做戴手套的女歌手 好 大家看 前面我们看到的雷洛阿的第一副 那个毒性的少女 我们说他在窗前是一个立光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看这一副 你觉得是什么光线 大家仔细看一下 你会看见很奇怪 诶 女歌手的这个胸部怎么这里是黑色的 胸部到颈部是黑色的 然后她的脸的上部也是黑色 好 这是一个什么光线 那就证明她的光源是从下往上打的 对不对 是不是有点像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玩的那种 把手电筒罩在这个脸下面 是有点恐怖 有点吓人 对不对 所以我们会看到这是一个底光 它不是立光 可是它是底光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一幅作品 这幅作品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这幅是我在芝加哥美术馆看到的 然后我记得 我当时从远处走过去 然后我一看到这幅作品 我就马上就笑起来了 我真的就是 就是不自觉当时 一笑 然后为什么大家会看到 他脸和胸部整个的都特别黑 对不对 你会觉得很不舒服 而且我当时为什么看他笑呢 我就觉得 因为我是从远处走过来 走向这幅作品 然后我当时就感觉 哇 这个歌手就好像从那个煤堆里刚出来了 就好像是不小心掉进了煤堆 然后爬起来 站起来 然后那种感觉 所以说整个画面就会看上去脏脏的 可是呢 其实他画的还是一个底光 对不对 我们会看到明显是一个底光效果 只是这个底光更明显 这个底光比刚才我们看到这一幅更明显 所以说呢 在这样两幅这样的作品里面 德嘉也在做实验 他也像科学家一样 他也在做光线和色彩的实验 所以他在实验底光效果 所以他们的 他在画这样的作品的时候 他不一定说 我要把这个人或者画面画的多美 可是我在做实验啊 所以这个实验的过程 其实你很难说他的成功和失败 这只是一个实验的过程而已 好 德嘉呢 擅长画人物 另外呢 他就画了很多是舞台上的舞女呀 歌手啊 所以刚才我们说雷洛啊 他画的是自然界当中的 在自然的户外玩耍 或者说是活动的 这样一些人物肖像 可是呢 德嘉他专门画舞台上的 这样的一些 在舞台灯光之下的 这样一些舞女 但是我们看这些作品 大家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 因为他没有一个正式的构图 包括这个人物 他是弯腰对着的 他根本就没有正脸对观众 就好像他绝对不会是 要在摄影作品里面 他好像摆好姿势 摆好pose让你来照相 他绝对不是摆拍的 他绝对是 你看这些舞女 他们自己在做自己的事情 而且从整个构图来说 这前面这个人 头都伸出去了 他的头都被切掉了 就好像你拿着照相镜 你随便的拍一下 咔嚓 你都没有看构图 你就随便照了一张 就好像我们说街拍 这样这种感觉 包括里面的人 没有一个是正脸看观众的 然后他们都在休息 然后在自己 或者说是这个枕装 或者怎么样的 所以你会看到有打哈欠的 然后有撑着头的 这样子的 还有弯着腰的 好那么 德嘉的笔下的舞女 基本上全是这样 我们看 这不是在舞台上 正在跳得正欢的一位舞女 而是在休息当中的 德嘉画了非常多这样的作品 但是这样的作品 大家有没有觉得很有生活气息 因为他就像 就好像是有一个人在旁边偷拍 比如说德嘉就像一个生活的偷窥者 他不小心瞥见生活的一角 或者说一个片段 然后他就把它给偷偷地画下来 好 所以人们说德嘉的绘画功底 真的很了得 因为他都不可能 这些人会摆着这么长的知识给他拍 所以德嘉是看到了这样的场景 然后在他的脑海中记忆下来 然后再过滤一下 然后回到他的画室画下来 所以他基本上凭着记忆在画画 而不是说当场书写和就画 那个当时摆着的那个模特 所以大家就看到这样的场景 其实你真的要把它捕捉下来 不是很容易 而且他还画了正在跳舞的舞者 大家看他正在跳 那个动作绝对是马上就变了 对不对 可是德嘉却能很精准地 抓住他某一个片段 然后我们也不觉得他很违和 你就觉得就是很自然的 一个生活当中的一个片刻而已 好 所以德嘉的画作呢 会让我们觉得 在特别随意的情况下呢 我们会觉得就特别自然 好 我们这里看到的几幅都是这样 比较类似的 好 好 我们再看这几幅也是 然后特别给大家看 这边也是 大家看到 然后这些女孩子们正在休息 正在休息 然后有的呢 还对着外面 对着户外 正在看窗外 然后有些呢 可能还在 自己 这边的这个女孩 可能在照镜子呀 然后呢 正在看自己的妆容啊 或者怎么样 然后我们看这边 也是很平常的生活场景 然后在劳动了一天以后 这些人 他们可能正在打哈欠 正在休息 然后甚至趴着 干点什么 然后休息一下 休闲一下 所以这样的场景呢 非常非常自然 也非常自然 好 这一幅很有意思 然后这一幅呢 叫做苦爱酒 苦爱酒 德嘉其实画了 这是当时的 这是当时的一位女演员 然后这个旁边呢 是一位画家 这两个人认不认识 我们其实不清楚 德嘉呢 他有可能从方位来看 我们看德嘉 有可能坐在这边的一个位置 对不对 好 他可能德嘉正在坐着 不管是喝咖啡 也许可能也在喝苦爱酒 然后他一抬头 正好看到了他们俩 但是从神情来看 这两个人并不亲密 然后也不交谈 然后这个女演员的表情 大家看一下 你是不是觉得 有一点点落寞啊 你觉得她好像不是很开心 她不是很开心的样子 然后也许这个女演员 也只是 我今天休息一下 然后呢 在这个休息的时候呢 就是下午的时候 跑这里喝杯酒 休息一下 然后也许 本来很开心的 结果突然想起一个什么事 可能有时候一两秒钟 他的神情里面 闪过了一点落寞 闪过了一点不开心的事情 然后这个片刻 正好被德嘉抓住 然后我们看这边的这位画家 他的眼睛是往那边看的 所以他们两边 没有任何的交流 好 然后这幅画展出以后呢 应该来说得到了现在的 或者说当时的很多都市人 因为当时的这个资产阶级的 这样一个工业化的发展 那么实际上从人的内在的 这样的一个 或者人和人的交往的这种孤独 或者是疏离感和隔离感 已经很多人都可以感受到 特别在都市里 所以很多在这个都市生活的人 他们看到了这个画的展出 当时在巴黎 就很多人觉得这个画 真的看到了自己 就觉得我某个 某个生活的片刻 我可能也是这个样子的 好 甚至后来有人就专门去问 这个女演员 说那天下午你发生了什么 结果这个女演员也跑来看 这个画 他说我完全不记得 这是哪个下午 是哪个片刻 但是就是他生活当中的某一刻 然后被德加撇见了 被德加这个偷窥者给看到了 然后这个画家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好 这是这一幅作品 下面我们再看一些 我们说德加作为一个偷窥者 因为德加后来也画了很多的女性人体画作 可是我们看到她的女性人体画作 绝对不是摆拍 就和她前面画的舞女是一样的 然后这些 这些在洗澡的女人们 她们在做自己的事情 可能洗完澡以后 她正在用毛巾擦脚上的水 正想把水擦干 所以她根本就好像没有意识到 有一个人在看她 然后这个人也是 然后她正在擦她背上 或者头发上的这样一个水滴 她也没有注意到 原来居然德加在偷偷地看她 所以有人是这样说的 说德加到底是一个偷窥者 到底是一个 她是以偷偷地看女人洗澡呢 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还是她只是看到了女人洗澡 然后呢 只是把她们画下来 所以我们不太清楚啊 所以有人去分析德加 因为德加终生未婚 终生未婚 所以有人觉得说 德加有没有一点变态 因为人们特别从她的 这样一些女性人体画作里面 会看到觉得德加 就是一个生活的旁观者的角色 好 这是德加自己说的 她说至今人们所表现的裸体 总是摆出一些 在假想的观众面前 要摆的姿势 可是我画的这些妇女 都是一些普通的正直的人 她们别的什么也不管 只顾忙于自己的梳洗 好 好 再看两幅 然后这一幅 我们看到了这位女性啊 她可能正在洗澡 或者洗浴的过程当中的一个知识 甚至我们都觉得 不一定很雅观对吧 你没有觉得画面上不像安格尔 然后前面的一些包括雷洛啊 在她们的女性人体画作里面 是完完全全的不同的画风 然后我们看这一幅也是 正在梳洗的一位女子 正在梳洗的一位女子 所以在这个画面里面 我们看到大多数人都是背对观众 然后当这样背对观众的 这样的一些作品 是不是可以让我们 引起我们更多的猜测 我们说她的身份 她的年龄 她的长相 然后她今天心情怎么样 她的表情如何 好 所以在这样的作品里面呢 我们当然也可以加入很多 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些 一些联想 这样的一些联想 好 这些呢 就是德嘉的作品里面呢 所表现出来的这样一种 真的是生活的一个旁观者 或者说也有人说 在这样的作品里 其实可能更多的表现出了一种 孤独和孤单的感受 所以和雷罗阿的作品相比 我们看他们俩风格完全不一样 虽然画的是人 但是雷罗阿的作品里 永远是温馨快乐的 是少有的 雷罗阿真的是少有的 在作品里表现的 全部是快乐和温馨的场面 但是德嘉和他完全不同 但是我们看在艺术的呈现上 这两种是不是都是我们需要的 因为生活中 我们就有这样不同的层面 不同的面向和角度 对吧 他们可能都可以 从他们的作品里面 我们真的都可以看到 我们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 好 那么关于印象派画家呢 德嘉和雷罗阿 以画人物为主的 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那么下一堂课呢 我们会给大家介绍的 还是印象派 可是呢 它是一个印象派的分支 叫做点彩派 好 我们下一堂课再见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